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春节出游规划路线找停车场免烦恼 台中市政府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 Easy Traffic简单交通APP 即日起开放下载市府资讯中心表示 该APP结合交通运输规划与即时大众运输资料 提供停车场、拖吊场、车队车服务等资讯 还有客制化订阅服务 让民众轻松规划个人旅行 资讯中心表示 为展现政府开放资料品质 经济部工业局补助紧一科技公司 开发Easy Traffic简单交通APP 由业者提供资料正规划工具 政府提供所需的资料 达到跨机关整合资讯 资讯中心指出 方间有许多交通类的APP 大多是单一性质 民众要查询公车到站时间 附近停车场、规划路线及导航等 必须使用不同的APP Easy Traffic则为复合式APP 提供台铁、高铁时刻表 拖吊场资讯、车对轿车、停车场位置及停车费用查询 还能看到重要连外道路、国道与快速道路的即时影像 出门前就能掌握路况 资讯中心表示 民众进行路线、规划时输入起起点位置 若选择大众运输工具APP 会提供附近的公车站牌、公共自行车站地点及距离 若选择开车 除了建议路线 使用者也可以自定路线 另外这款APP有客制化订阅服务 若自定路线 可把长走的路线记录下来 订阅后就能在首页看到常用的即时路况 若是公车族可以记录达成的公车路线及站牌 公车快道站前 APP会主动提醒 使用者就不必一直注意时间 资讯中心表示 由于这个平台在与市府合作前 原本就有一定基础 因此 除了台中市以外 邻近的彰化、草藤等处的停车场、拖吊厂等相关资料也都在里面 APP已经开放下载 春节快到了 届时可以作为民众出游时的好帮手 陈小姐下载APP后表示 因为功能很多 要花一些时间熟悉操作 熟悉后 确实这个APP可以抵好几个APP 尤其是有道路 即时影像出门前提早查询路况 就能先做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